折承情书 当然就是要让人家不容易打开 官当了很大 然后他后来正式非常忙碌 但是他还是对于夫人的那个爱 就是还是像他以前 这样子一开始 还是男女朋友的那种 那种爱 对方是用手写还是那种小卡片 手写而且写好大一张 快变文章了吧 大概两三页 迪化207博物馆展出 给你一封小情书 其中前行政院长孙韵璇 写给太太余慧轩的信引起共鸣 孙韵璇先生后来就生病了 所以他的字迹就会比较疗潮 但是可以从他里面的文章里面 他里面就有写到说 你知道我对你的爱有多深吗 我对你的爱就是比全世界最深的海沟还要深 你就会发现说 哇原来孙先生是一个这么样浪漫的一个人 这个小展流露出书写年代的儿女真情 这位男士自写的工程 但女友改措字 严格如诗 信纸上画图也是很文创的手法 写情书要有好的卡片和工具笔 这间坐落在绿印公园旁的卡片专卖店 就是抒情写信的暖地 卢小姐在店里自真俱拙 要写卡片给心仪的人 我用了我人生第一支笔 然后第一瓶就是墨水 然后去写信给一个人 这个跟你说用LINE 或是用一些email的打字的方式 是真的很不一样 我觉得那个可以传达出去的那个温度 是不一样 家庭主妇李书彦经常来店里练字 用沾水笔刚柔并济的笔尖 体会写字的乐趣 墨水笔它有它的蕴含的一些美在里面 在你书写的过程里面 你会觉得心情会很平静 然后会有一种美感疗愈的感觉 经营卡片店的Michael 人生阅历丰富 精挑细选独特的卡片 让人惊奇连连 英国的母亲节卡片温情华丽 日本京都品牌只挑Michael的店 做独家代理 拖起来并不是平面的 不是平面的 是凸出来的 日本的动漫明信片 卡片所隐贵都是独一无二 把这边的桌板拿出来 你就可以把卡片拿出来 然后在这边 好整以暇的站着慢慢地翻水 这儿还有老板收的各式削铅笔机 沾水笔更是老板独有招牌 一两百年历史的古董沾水笔 各式笔尖 从K金到合金 不锈钢都有 巴黎铁塔 有没有很浪漫 看到凹凸凸的地方 然后有些洞 这些都可以让这么细的一个笔尖 可以储存比较多的墨碎 舌纸就是你在书写的地方 而后面你会看到它这边有一些凹槽 这些也都是让你可以除墨的地方 1900年美国制的凸板印刷机 是个精致美丽的古董 京都松茸堂的猫咪香炉 在午后的斜阳里烟雾鸟鸟 沐浴在春日的宁静祥和里 我希望这里能够变成一个 可以说出失败的温柔地方 网上看新闻请下载TVBSAPP 或直接按订阅TVBS新闻频道